中国扰乱我国空域行径在一桩 中国民航部门日前无预警用电报通知我国 将在4月16号到4月18号 一连三天在台湾北方划设禁航区 在我方抗议之后 中方将原本的三天时间大幅缩短到27分钟 根据本报独家了解 中国罕见愿意让步在短短一天之内 更改通知内容的背后主因 来自整件事件当中国安会的及时整合 根据了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在4月11号接获中方通知当天 立刻就召集了相关部会进行会商 国安单位就回应起来 主张对岸进行划设禁航区的行为明显不合理 加上一开始要求的三天不符时间上的比例原则 要求我国民航单位与涉外单位 在这件事上面据理力争 并且同步通知周边其他受影响的国家一同分头失利 据了解几乎每个被通报的单位 都感到相当不满与不解 更怀疑北京的动机是指向即将举办的G7外长峰会 因为16号当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会从其中的航线飞往日本开会 中方的行径将引起犯效果 而路透后续报道则称 中国这一次划设禁航区背后原因 与火箭掉落物有关 疑似在暗指将会有火箭发射 不过中国外交部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却是一问三不知的呆过 交通部长王国才今天指出 原本这行区跨设三天将影响大约160个航班 现在缩减为27分钟 影响则减为33个航班 预计在今晚9点就会发布相关飞航通告 台湾基金也批评害大家不能出国的是新冠肺炎 现在影响台湾出国航班的又是中国军演 最后更不忘大算 票投亲中政党就有可能让台海变成战场 以上是记者陈宜君真理报道